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收听大国攻略 越接近台湾的总统大选 虚假信息对台湾的威胁越大 台湾的调查局加强查处虚假信息 日前查到两件假消息案 一个是脸书的用户 转传所谓蔡英文卖台的视频 指控蔡英文出卖台湾给日本政府 另一个是在脸书散布 蔡英文为中共培植在台潜伏卧底人才 两个都是假消息 而且都来自大陆 所谓卖台的视频 竟然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制作的 而说蔡英文是中共卧底人员的消息 是出自于微博 我给大家听一下大陆央广记者做的视频 您听这个主持人的口音 她是厦门人 用台湾政论节目的手法批评蔡英文 感觉像是卫装成台湾的主持人 现在接近选举投票日 这种鱼目混珠的假消息越来越多 台湾面对假信息的威胁有多严重 我采访了台湾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我先来介绍一下唐凤的背景 唐凤在被阎缆进入蔡英文政府之前 是个自由软件程式设计师 是台湾的电脑十大高手之一 还担任过苹果公司的顾问 她是台湾第一位数字政务委员 类似于有些国家的数字大使 她经常与各国进行防范假信息的交流 我们先来听听唐凤说明 假消息怎么操作 以及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简短的来讲 大概分成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它让公共讨论 变得一个从本来大家比较觉得有趣 我可以有我的意见 你可以有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谈出一些想法来 互相激荡的一个言论环境 有时候会变成一个让人比较不想 公共讨论的一个言论环境 因为一旦讨论之后就会被出征 那出征我们知道 其实不一定是虚假的信息 它可以是一个强烈的情绪的信息 因为是个人见解 所以无所谓虚假与否 就是我觉得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 可是当有大规模的一些账号 在好比上说 你在你的社区媒体上面 Twitter或Facebook 提了一个想法出来 那底下就有一整排 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的 而且都是不同帐号的留言的话 那其实有意义的讨论 这个题目的言论空间 就收到了压缩 那第二件事情 不时顺息 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我们自己的 就是end to end 就是我现在传一个 私人讯息给你 其实理论上是 我有什么话想跟你说 但是呢 它可能会有点像是搭载在 我们之间的这种 互相信任的关系上 简单来讲 就是分享这个按钮啦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分享这个按钮 其实所有像LINE啊 WhatsApp啊 等等的这些 私人通讯的频道 包含Email在内 大概也不会成为 不时讯息分享的一个温床 但是因为分享现在太容易了 所以就常常我看到一张图片 然后我觉得义愤天鹰 我觉得你是我好朋友 我非得分享一下 义愤天鹰的感觉给你不可 这样我们才能从愤怒变成愤慨 愤慨就好像我们很有力量嘛 那这样我就会先按分享 我反而不会花时间去看清楚 这一份图卡到底写些什么 我就是一时愤慨 我就分享给你了 那我稍微冷静下来发现 这个好像不是真的 但是已经传出去了 已经传给超过一个人了 那这些人又经过了 类似的一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好像流感一样的 就流传在这种点对点的 一个私人通讯管道里面 那这个私人通讯管道 本来就不是做公众讨论的 所以我们是来讲 两件不同的事情 那就谈到中共的影响 我们现在有没有任何的掌握 就是中共对台湾发布 虚假信息的这个有多严重 中共对台湾实施虚假信息 攻击的这个力道威胁 有没有升高 最近台美共同首度举办了 一个国际的网络演练 然后有一个数字是说 台湾公务部门每个月遭受 境外网络攻击的次数 平均达三千万 那这三千万知道 它是从哪里来吗 里面是不是很多是 中国大陆运动过的 是 我想网络没有国际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所谓attribution 就是找到它的源头是哪来 本来就不一定 那只是说在有一定的信心 觉得它应该是从某些地方来的 这个里面这是一小部分 我必须先强调 就是有attribution的 这一小部分里面 按照资安处所发表的 他们能够确认的只是说 在我们能够确认来源的里面 PRC方面当然占了超过一半的来源 那至于这个具体的趴数 因为这随着 就是attribution能力的增加 都是会有所改变的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这是一个浮动的数字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攻击 虽然当然有些是社交工程攻击 就是诈骗了 那但是呢 大部分其实还是 机器对机器的攻击 那这个跟假讯息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因为虚假讯息主要是给人 看调动人的情绪反应的 但是网路上面的攻击 如果是机器对机器的 那机器是没有情绪的 能不能掌握来自中国大陆的 虚假信息的这种威胁跟攻击 它的手法是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模式 或者是有哪些模式 有哪些手段 我想重点倒不是 具体技术上有哪些手段 而是它想要达成怎么样的目的吧 就像刚刚讲的压缩言论讨论的空间 让大家没有办法 在有意义的讨论里面 去继续民主的进程 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产生怀疑 不管是假讯息也好 或者是恶意讯息也好 它最终的目的并不是 支持或反对哪一个特定的政治主张 而是让大家都觉得说 在民主社会里面公共讨论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或甚至民主制度本身 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这叫sow discord 就是去造成混乱 或者是说pollute the public conversation 去污染公共讨论的这个环境 这是公开的部分 那在私下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很多的最终目的 是想要让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摧毁 或者是崩解 因为如果我从各种不同 我的亲朋好友都收到了许许多多 看起来情绪强烈 比他平时人的情绪强烈 是因为那一件事情 或者那个照片 它就是调动人强烈的情绪的话 那人跟人之间 长期建立了友谊啊 信任啊等等 就会在这样一次一次的沟通里面 慢慢地去减弱 慢慢地去削弱 那到最后会让互信的基础 也跟着削弱 这个所谓的认知空间 它并不是单一地去做什么事情 你就会不想讨论这个题目 而是说你正在讨论一个题目的时候 它让你觉得说 网络上所有人都是带有强烈的敌意 强烈的恨意 强烈的情绪 强烈的这些多些东西 让你没有办法进入一个 公共讨论的一个状态 里面的每一则讯息 你单独挑出来看 不管它是合成的 或它是人去写的 其实也都还好 就是看起来像骂街嘛 这就还好 但是重点是这个量 以及这个量后面 它是有一个 coordinated activity 就是说大家约好 这50万个账号 或者这5000个账号约好 就要集中地 来一起进行这样的事情 约好当然可以人跟人之间约好 也可以一个人写一支程式 然后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约好 当然也都是有的 那现在时间越来越接近选举 您有没有观察到 就是台湾遭受这个假信息的威胁升高 有这个现象吗 我们这次发现到的 时间接近选举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情势 因为香港的情况 它本来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点 在香港6月应该是6月嘛 大的游行之后 那它的讯息场域有一些转变 那推特这家公司 它有公开的发表 说在香港的抗议的这个过程里面 从PRC方面 不需要经过防火长城 也就是他们国家允许他们直接接触推特 有好比像说20万个账号 就是专门在推特上面 去做想要污染言论环境 这样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行动 那这个协同行动 当然后面20万个账号 大概不是20万个人了 那至于它是20个人还是200个人 其实推特也不知道的 那就是因为推特不知道 所以它才把这些账号不但停权 而且把这些账号 它的上下班时间 它的作息 它的每次到底贴了什么样的讯息 等等等等 全部都公开出来 让各界去分析 Facebook跟Google这两家公司 也证实了 说他们也碰到了 同样这些不用翻墙 就可以直接到他们这儿 去进行咨询操作的 朋友们的这些假账号 那所以Facebook因此停圈的账号 Facebook就说 我们同意推特的这个论点 它确实是有一支 专门为了这一部分 去扰乱关于香港世卫的讯息 的他们叫 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ur 就是有预定好的 去做一些不诚恳的行为 那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转捩点 这是第一次 他们完全用量化的方式 而且就很直接的说 这批朋友们 不需要经过防火长城 就可以去进行这样子的操作 所以之后我们就开始 有一些量化的一些东西 可以看得到 所以香港这个事情 也变成虚假信息的一个 打信息战的一个战场 对不对 对 而且在这上面 花的单位成本换到的收益 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 其实虚假信息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必须调动人的情绪 如果你破一个虚假信息 但是没有人关心 这件事情到底怎样 那其实我也不会帮它转传 所以它当然也不可能 按照网络上说的 就是流行起来 但是因为香港的情况 全世界都在关注 所以你做一个香港的讯息 不管真的还是假的 它都会流传 所以这个时候 你单位成本下去 去做20万个账号 但它说不定可以创造 因为转传等等 创造超过20万个账号的 这个收益 就是在认知空间作战上面的 我的意思是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想当时他们挑这个题目 也是因为觉得说 大家都在关注 可以谈一下 现在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合作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谈一下 就是您不久之前 才去过美国访问 你有没有观察到 美国会不会很担心 就是台湾在选举期间 会受到很多来自中国 或是来自不同地方的 虚假信息的威胁跟攻击 其实这个题目 是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 都一致关心的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透过精准的投放 可以用很少的钱 就可以达到很大的政治效果 这样子一个 等于算是捷径吧 那如果民主制度 跟这样子的一种捷径并存 很快的就会变成是 民主制度本身里面 liberal的那个部分 就会开始不断地压缩 因为大家就不想 公共讨论任何事物了 那这样子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完全是靠着上一次 收到了被调动分开的 那个情绪给谁去投票 那这样的话 整个liberal democracy的 正当基础就整个消失 所以我刚一直强调 它不是要攻击 特定的政治主张 它是在攻击 民主政治制度本身 这样子的攻击的来源方 当然有很多 也不是说全部都是state actor 不是说全部都是政府了 也有很多别的 想要诈骗的 想要做就是恐怖主义的 等等 他们也都是这方面的行家了 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说 专门针对选举进行操纵 的这样子一种专门技术 这些专门的技术人员之间 已经结成了 类似互相学习的 这样一个学习圈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在他去操纵某一个地方的选举之前 他也许先在台湾试试看 但是手法类似的 那又或者像说 本来看起来两个不太一样的手法 透过互相学习 结合冒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手法 所以表示说他们已经 显然有一个学术社群了 在彼此共享研究了 那所以我们这边 当然我们是在 自由民主的这一个研究者 所以我们现在也必须要共享我们的研究 好的 谢谢唐凤 那么中共对台可能用什么样的模式 进行假信息的攻击 专门研究假消息和各种黑客手法的台北大学教授 沈柏阳观察到 最近假消息的散布 有一些新的手法 来听听沈柏阳的说明 线上的话通常都是指向 透过YouTube或者Facebook 就是这些去传递一些 不一定是假消息 但可能是偏颇的讯息 那现在比较严重的 在去年选举是Facebook 手法今年有点比较不一样 因为去年Facebook 他们很多都是同时生产假的讯息 同时他又经营Facebook的Fanpage 或者社团 今年比较不一样 因为今年他们知道这个手法慢慢被破解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透过台湾想要赚钱的人 就说我这边生产很多内容 你只要帮我把这个散播出去 透过你自己创粉丝专业 那你帮我散播出去一次 然后这样可以拿多少钱 所以这样反而就是台湾有些人 他们自己不知道在帮中国的一些网站 去散播不时的消息 这是一种 那这是今年发生的 这个比较新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刚讲YouTube 那像YouTube如果你去看他们的影片 他们影片的这种架构 其实背后看起来都是同一家设计的 他不管是他所使用的 Round Down 还有他的颜色 字幕等等之类的 都看得出来是同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都是一些统战集团 他们下面的部门在训练的 好的 谢谢沈柏阳 关于假信息 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谈 我接下来会再继续探讨这个议题 今天谢谢您收听 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 by bwd6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探订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